那今天特別是綠色還是玫瑰金 終於要回歸呢 現在過分細節講的 可能會是玫瑰金回歸囉 還有蘋果的高級主管 現在直接飛到台灣啦 就是去台積電 他們想去瞭解明年兩奈米晶片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起討論這些新聞吧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 那我們今天會講到 今年要推出iPhone 16 相關新聞 還有蘋果跟台積電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台積電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這麼的重要 那我們不浪費大家時間直接開始吧 那首先呢 關於爆料的消息呢 然後他們終究是爆料不是最終蘋果發布的正確消息 那如果對任何的機器呢 上市時間確切的規格 最終的資訊呢 還是要等蘋果新聞稿跟發表會囉 好啦 我們就直接不浪費時間 講到iPhone 16 的顏色 那我們上次有分享過 有人傳出這個特別色可能會是綠色 但現在郭銘齊分析師的講法有點不太一樣 那首先呢 在iPhone 16 的數字系列上面 目前郭分析師講出來呢 他說會保留黑色 綠色 粉色 還有藍色的選項 那現在的這個單黃色呢 可能會直接換成白色 或者是像蘋果現在常常在用的這個星光色 它就是有點淡金色的這種銀色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色調 不管是在MacBook上面啊 或者是蘋果手錶上面 個人都還滿喜歡的 那對於很多人在期望這個白色 回歸到數字系列上面 今年呢 可能就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白色還有黑色的基本色 還是基本應該要擁有的 那再來關於Pro跟Pro Max的型號呢 說會有綠色的這個選項 那他們講的這個綠色是 有點像是iPhone 11 還有iPhone 13 Pro系列 他們有推出的那個綠色 那當時我們有辦一個投票讓大家選一下 看他們最喜歡的特別色是什麼 那其實玫瑰金這個選項呢 佔得非常高的比例 那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玫瑰金的這個顏色 印象中我最喜歡的 應該就在iPhone XS的時候 他們出的那個玫瑰金顏色 我覺得是挑的最好看的 那據郭分析師的說法呢 今年的iPhone Pro系列 不只這個螢幕會增大 那連今年這個特別色 也可能使用這個玫瑰鈦合金的顏色 來取代現在藍色的選項 關於這個消息 我們剛剛辦公室馬上就討論起來 就是說如果玫瑰金真的出來的話 那我今年到家要選什麼顏色 那我個人其實一直最喜歡的是白色的顏色 但是玫瑰金也一直是在我的 大概前兩名喜歡的顏色中 但是其實從我們的出發點 在挑手機的時候 但除了自己編好的顏色之外呢 我們也會在想說 之後在拍開箱的時候 什麼顏色拍起來比較好看 什麼顏色比較容易拍 那尤其像我們在裝上手機殼啊 可能要拍一些業配的情況下 通常是比較偏淡的顏色 那通常白色這個顏色呢 在手機殼的搭配上都是最白搭 幾乎什麼廠商的殼放上去 都不會有太突兀的感覺 但是金色玫瑰金或是這些特別色來講 其實跟很多殼就不一定這麼的搭 那為什麼我現在都從不選深色的顏色 並不是我不喜歡它的黑色 那我常在直播裡面有跟大家分享過 你看如果我們今天要裝的是這個透明殼 不管是這個蘋果書或其他廠商出的 只要後面有這個透明的材質在上面 如果它今天的底色是黑色或深色顏色的 我們在拍攝這個BRAW 拍攝這個場景上面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因為任何的灰塵紫印 在上面都會變得非常的明顯 但如果我們選擇的iPhone是偏淺色系的話 其實這些灰塵在拍攝上就比較不容易看出來 那清潔上也會方便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選顏色的出發點 當然除了自己偏好 也會去思考到說 我們在拍開箱的這一段期間 什麼顏色最好拍 什麼顏色跟這些廠商的歌搭配起來是最好看的 那現在郭分析師的說法是說 天然泰色這個顏色還是會保留 那同時還會有黑泰色還有白泰色 玫瑰泰是取代這個藍色 但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以為先前這個天然泰色 它取代的就是金色的這個顏色 那我們也先問問看大家 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們最喜歡的iPhone Pro系列特別色是什麼顏色 好 那下一個新聞我們就來講到 蘋果和這個台積電的祕密會議 那這個是新聞的講法 從今天日報講出來 他們說蘋果的CEO 最近祕密訪問了台積電 那基本上就是跟台積電的總裁位置的家來見面 那他們的目的是要確保 蘋果獲得台積電2奈米製造的能力 那他們說這個方式就像先前他們 先預購台積電3奈米的產能一樣 基本上就是讓他們知道 你們再來2奈米要進入量產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量 或是你們可以產出多少量我們都要全包 那其實從蘋果進到A系列的處理器的近期 還有M處理器開始 基本上他們所有的晶片都是給台積電獨家來製造 也許不管是在製程上面 兩率上面 或者是產能上面 目前也只有台積電可以滿足蘋果的需求 那蘋果也常常先來預定 他們可能明年再規劃的產量 像譬如說現在明年下半年要開始量產 2奈米的晶片的時候 蘋果就要先預先知道說 你們的產能限制在哪裡 那這個原因除了滿足自家的需求之外呢 也是要確保他們可以先搶下 這個2奈米的產能 也不讓其他廠商用到 那據消息指出 蘋果現在正在設計新的AI晶片 特別是要針對未來 不管是iOS 或是iPhone 17上面 他們的Siri跟AI會有更強的結合 那目前我們所得到的消息 就是他們跟OpenAI即將簽約 會深度結合去RGBT 未來的版本 在他們的Siri裡面 其實這跟我們今天所了解說 明年可能會使用到N3P製程的 這個方向好像有點不太一樣喔 那以台積電目前在高端晶片上面的產能來說呢 它試占率基本上是世界第一 那尤其未來更往AI運算這個方向走 我覺得各家廠商 對台積電的依賴度也會大增 那蘋果希望在這個時候 可以快速先搶下 他們未來製程的訂單 其實也是非常的合理 那其實雙方都有不一樣的點需要去考量 那蘋果就要知道 也只有台積電可以產出你所需要的量 那台積電另一方面也知道說 蘋果來下訂單的時候 也只有這家廠商 可以確保每年給我們這麼大的訂單 那據新聞顯示呢 蘋果佔了台積電非常大的產能 在2023 年的時候是大於25% 他們總共支付了175.2億美金 所以基本上算是台積電單一最大的客戶 那在去年呢 蘋果也幾乎包下所有台積電三奈米的產能 用在他們iPhone、Mac還有iPad上面 我們現在知道的 二奈米的晶片應該是在明年開始量產 但我們本來預期說 蘋果可能還會再多用一代 新世代N3P的三奈米處理器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在明年下半年 才開始量產了二奈米的話 我們也不太確定說要用在iPhone17上面來不來得及 那會不會這個談論的部分 可能更傾向於新一代Mac處理器 可能M5、M6的處理器 那以台積電來說呢 他們目前在先進製程上面 還是在領先的地位 2025 年開始量產2奈米 2026 年就會緊接著量產第二代的2奈米處理器 N2P 那據說在三星的方面呢 他們已經開始量產3奈米的處理器 那目前也正在研製2奈米的處理器 那也是預計要在2025 年開始量產2奈米 那另一方的英特爾目前在製程上面的速度 其實也追的滿快的 那他們的5奈米其實已經接近 台積電3奈米到10奈米的表現 那也即將在一兩年內進入i米的製程 那以蘋果來講呢 他們在AI上面想要集氣直追 追上其他的大廠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是有點難 但是看到他們現在跟OpenAI的合作 那如果再加上處理器製程的進步啊 他們在設計上面更專注於AI的本地運算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算首相一個不一樣的方向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過度依賴AI的同時 我們很多個人的本身資料啊 還有這些隱私權都沒有辦法做到最好的保護 在目前這些大廠之中呢 蘋果似乎還是對隱私權這一點 可以讓你比較有信賴 那如果蘋果真的有辦法設計出一款晶片 結果他們AI發展的程度 讓本地運算的這個AI 就可以做到很多處理的效能的話 或許市場上面也是有非常重視隱私權這一塊的客戶 還是會非常偏向使用蘋果的產品 好 那下一個新聞呢 就像有講到iPhone SE 新一代的這個消息 據說裡面使用的螢幕會使用 OLED 那所以這個就代表所有iPhone 使用 LCD 的這個版本的iPhone 要正式滑下去點 但裡面也有講到 這個螢幕的尺寸跟規格 很可能就是沿用 iPhone 13 跟 iPhone 14 代的 那代表它前面還是會有 Face ID 然後不會再有指紋解鎖 但是它 Face ID 使用的組件會是比較舊型的 而且並不會有動態導在上面 那另外一個算還不錯的消息呢 就在價格的地方 他們預計應該還是會定在 約 429 美金到 500 美金之間 那我覺得一個全螢幕的 iPhone 配上 Face ID 沒有指紋解鎖 背後也只有一顆鏡頭的情況下 那雖然在整體智慧性手續的市場裡面 聽起來不算是非常誘人的規格 那我們看看不管是 Pixel 或是在三星上面 他們這些中間入門機 一萬出頭這些機器 都已經有兩個鏡頭到三個鏡頭 甚至在螢幕更新率上面 都比蘋果超限了不少 但我們實際上買 iPhone 好像從來不真正是為了它的規格 那如果有一個 500 美金以下的 iPhone SE 然後配合這樣新型的設計 我個人覺得在市場上 還是會非常有競爭力的 OK 那我們今天新聞分享 就大致的先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 那我是努力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 吧 bolt 是 吃 冰rån 你 哇